明朝历史上 于坚被杀实属冤枉 但是明知是冤枉的 为什么还要杀死于坚呢 记得节目 当年已要上过于坚被杀之命 于坚明朝历史上 一位地板狂难的著名人物 他的命运与明朝两次重大事件紧密相连 一是图墨堡之变 另一则就是图门之变 图墨堡之变成就了于坚的遗世英明 他成为了明朝的英雄 巨国永代 然而图门之变 他就被押赴刑场 尽管当时人们都知道 于坚是被冤枉的 但是为什么他要杀死于坚呢 厦门大街傅小凡教授 带您走进大明王朝浩瀚的历史 为您监测讲述细的节目 大文一案尚过于坚被杀之命 大明王朝天顺元年的2月22日 在北京的西市 也就是西四牌楼 又叫西四这个地方 兵部尚书于谦 要被公开问斩 人们会问 为什么要在西四牌楼这杀人呢 因为在明朝的时候 这儿是用来公开处决死刑犯人的刑场 那天北京城啊 阴霾密布是乌云压顶 这北京的老百姓听说要处死于谦大人 纷纷都来到了街头 他们这次可不是来看热闹的 是要给于谦大人送刑 从这大牢到刑场 以及这西四牌楼的周围 都挤满了为于谦大人送刑的人群 这人群中啊 有的人在用酒祭奠 有的人在暗中流泪 更多的人是失声痛哭 真是天下冤之啊 意思是天下人都知道于谦是冤枉的 那么既然天下冤之 这英宗皇帝朱启镇 为什么非要杀于谦不可呢 那于谦究竟犯了什么罪呢 当时给于谦定的罪名是 盈利外藩 也就是把京城外的藩王 盈利到北京 立他为皇帝 这种做法 任何一个在位的皇帝 都是无法容忍的 这叫大逆不道 大明王朝的法律 这种罪过要灭族之罪 斩首都是轻的 那么堂堂的大明王朝 兵不上述于谦 会犯这样的大逆不道之罪吗 那皇帝呀 他心里很清楚 当时准备处死于谦的时候 他就说于谦实有功 既然知道他实有功 最后还是把他杀了 英宗皇帝死了之后 他儿子朱建生 既被当皇帝 马上就给于谦平了反 那就说明皇帝心中很清楚 于谦是冤枉的 那么既然知道于谦是冤枉的 为什么还非要杀于谦不可呢 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啊 也就是说于谦之死不是谜 明知于谦不但无罪反而有功 还坚持要杀他 这其中的原因才是谜 对这个谜啊 几百年来不断的提出讨论 观点各异 有人说是因为于谦 为人太耿直得罪了人 有人说是小人陷害 还有人说呀 是于谦以社稷为重 君为轻为由 拒绝英宗皇帝还朝 得罪了皇帝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 但都不准确 那么于谦究竟为什么被杀呢 这是大明王朝的一个谜 为了解开这个谜 我们就得从盈利外藩说起 所以盈利外藩呢 有两个关键点 其一 现任皇帝还活着的时候 另立了一个皇帝 其二 这另立的皇帝呢 是从京城外迎到京城内的藩 那么 明朝正统年间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这就又得从 土木宝之变说起了 正统十四年的八月十五日 英宗皇帝御驾亲征 带着几十万民军主力 在土木宝和瓦剌人交战 全军覆没 几十名官员 全部战死 英宗皇帝成了瓦剌人的俘虏 第二天消息传到北京 后宫女人哭成一团 万朝文武乱成一片 人们觉得天塌了 怎么办 后宫女人反应过来了 拿钱赎啊 这英宗皇帝的老婆 钱还后 连忙收集了很多的金银财宝 派人送到了蒙古的瓦剌部 蒙古人收下财宝 根本没有放还英宗的意思 你想想看 这蒙古瓦剌人好不容易抓到了 大明王朝的皇帝他能够轻易地放回去吗 这可是手中的人质啊 一来可以不断地向朝廷和皇室索要钱财 二来把他当作肉盾挡箭牌 对大明王朝发动战争 我看你谁敢阻拦 明政府面对这样的危机 怎么办 俗话说 国不可一日无君啊 皇帝被俘了 明朝最高政权出现了真空 这架巨大的政治机器有可能瘫痪 这个时候是很难抵御强敌的进攻的 可以说 大明王朝陷入自建立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之中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孙太后立望狂澜 他出面 也只能他出面了 那帮的老臣要么就是过世了 大部分随殷宗朱启镇战死在土木堡 而那临时这个留守北京的成王朱启玉啊 不过就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公子哥 一筹朱启玉啊 所以皇太后下意志 人民朱启玉啊 监国就是代理皇帝的权力 命令百官听称王朱启玉的 第二天 孙太后又下意志 立立英宗朱启镇的儿子朱建生为皇太子 可是这一年皇太子只有两岁 他根本不可能打理朝政 所以就任命朱启玉为摄政王 这样一来大明王朝最高政权就有了领导人 在成王朱启玉不可否认是一个藩王 可是确定他为摄政王 这是孙太后的旨意 把他留在北京留守 这也是当时英宗朱启镇的意思 在当时这于谦啊 不过是个兵部侍郎 兵部相当于国防部 侍郎就是副部长 所以他根本没有权利调外藩入京 再说这成王朱启玉虽然是藩王 却并没有在北京城以外 他就在北京城之内 所以盈利外藩这个罪名 无论安在谁的头上都是不成立的 土木宝之变的发生 不但改变了明英宗的内地 也改变了于谦的内地 如果没有土木宝之变 于谦也许中心一生 都只是明朝的一个官员而已 而土木宝之变把于谦推到了大明历史的前台 按理说 英宗被俘 让他的地理设政 这于盈利外藩的罪名 是无论如何也画不上来的 但是为什么偏偏给于谦 按上这个罪名呢 请继续收看 大明历上过 于谦会修之名 虽然说盈利外藩的罪名不成立 但他毕竟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在正统年间 明朝的皇权 的确发生了更迭 也就是说 在皇帝朱启镇还活着的时候 另外立了一个皇帝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因为大明王朝不但陷入政治危机 同时陷入到军事危机之中 怎么个军事危机呢 因为朱启镇 带着明军的主力去和瓦剌交战 土木堡一战全军覆没 给京城只留下不到十万人的守备军 而这十万人呢 大多数是老弱残兵 瓦剌人取得土木堡战胜之后 他就知道这北京城空穴 同时又把大明王朝的皇帝抓在手里了 所以他必然会进攻北京 以当时北京的守备力量 是根本不可能抵御瓦剌人的进攻的 怎么办 更为棘手的是 瓦剌人抓住了英宗朱启镇之后 把他当做人质 不断在明朝的边境各关隘扣关 比如正统十四年的八月二十三日 瓦剌部的太师也先 挟持着皇帝朱启镇 来到了大同城下 对大同首将说 只要你们付给足够的赎金 就可以把皇帝还给你们 这大同首将郭登啊 信誉为真了 他心想 怎么也得把皇帝从蒙古人手里赎回来啊 就开始上下收集银子 一个小小的大同城能有多少银子 收集了一万多两银子 就把这一万多两银子就送给了瓦剌的野仙 这一万多两银子 那就是肉包子打狗 贪婪的野仙 怎么可能 因为一万多两银子就把这朱启镇还给明朝呢 野仙就是要把英宗朱启镇赚在手里 沿着北部边境各关隘 找这个守将索要赎金 拿了赎金还不还人 这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再说了皇帝在人家手里转着的 明朝这些官兵们 投鼠忌器啊 这仗可怎么打 面对这样的军事危机 朱启玉召集群臣讨论如何应对 大神们聚在一起 还没等别人说话呢 一个叫徐城的汉林院士讲 也就是平常没事给皇帝讲解儒家经典这么一个文官 他建议说 最近呢 我观错天下 发现有灾象 要解决这个灾难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首都从北京迁到南京去 大神们都不坑了 似乎没人能反不得了他呀 几秒钟难堪的沉默 突然被一个洪亮的声音打断 谁说把首都迁到南京去就应该斩了他 大家吃了一惊啊 顺着声音看过去 原来是兵不是狼于迁 于迁斥责完徐城之后 就对大家解释说 首都是国家之本啊 一旦迁都将会丧失半壁江山 然后又历生的质问群臣 难道你们忘了宋朝南渡之事吗 宋朝南渡这件事情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对当时满朝文武应该是无人不知 这件事情发生在北宋的靖康元年 靖康元年十月 金国对北宋发动大举进攻 很快山西的太原河北的真定失守 靖康元年的十月中旬 金兵渡过黄河 冰封直指首都变两 就是现在的开风 面对这样的危机时刻 黄帝宋清宗召集群臣 讨论如何应对这个危难 满朝文武一口同声都主张 投降金国 黄帝没办法了 只好在靖康元年的十二月初一 宣布投降金国 北宋的军臣以为 投降可以换来和平 让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 他们一旦投降 金国整个占领了北宋 全部江土 靖康二年的四月初一 太上皇宋徽宗 皇帝宋清宗 以及皇子皇后四百多名宫女 和所有掠夺来的金银财宝 通通的运回了金国 北宋灭亡了 这就是 满朝文武包括皇帝 决定投降的结果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靖康之尺 三百多年过去了 大明王朝面对和北宋 靖康年间非常相似的情况 一样的刚刚经历了一场惨败 一样的京城空虚 一样的人心惶惶 当然 建议首都南迁并不等于投降 但是 与北宋年间不一样的是 北宋满朝文武 一致同意投降金国 而大明王朝中却有一个大臣 主张坚决抵抗到底 这个人就是于谦 毫不夸张的说 有于谦那是大明王朝的万幸 吏不上书王子等人 坚决支持于谦的主张 常王主启玉 在孙太后的支持之下 接受了于谦的建议 决定坚守北京和蒙古瓦拉部 决战到底 可是这会儿京城里不到十万守军 大多数老弱残兵 而且军心不振 人心不稳 面对这样的局面 朱启玉一筹莫展 坦率的说 朱启玉根本不是担任全国最高领导人的料 也难怪 他不过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公子哥 怎么办 只能仰仗于谦了 近世出身的于谦 没有带过兵 也没有打过仗 可他有办法 什么办法呢 他建议成王主启玉 立刻下令 南北两京和黄河以南的备操军 也就是预备一部队 以及沿海一带的被窝军 也就是海防部队 还有周边各府的运梁军 迅速向北京集结 一句话 要动员全国的力量 打好这场北京保卫战 命令下达之后 各地各路的人马和粮草都聚集到北京城来 人马达到了二十多万 粮草足够支持半年 这下人心烧定 局势稍稳 哎呀 这朱祺就觉得 这于谦呢 真是非同凡响 这北京城保卫战 那就全得靠于谦了 这当时啊 兵部尚书 旷野在土木堡战死了 所以这朱祺玉就决定 提升于谦为兵部尚书 全权负责北京保卫战 于谦可谓受命于危难之中 这肩上的弹子非常的重 当于谦担上了这个重弹之后 他觉得首先必须解决一个问题 才能打胜这一仗 什么问题呢 就是瓦剌人手中的人质问题啊 这瓦剌的太师野仙 把我们的皇帝攥在手里 不断的要挟朝廷 提出天价般的赎金 而且这野仙整个成了一个绑匪 而且是说话不算话的绑匪 皇帝成了手中的王牌 大明王朝政府 完全处于被动局面 这个问题不解决 这仗没法打 那么怎么解决呢 就是想方设法的 让野仙手里的这张王牌 这个人质失去作用 失去对明朝政府的要挟作用 怎么才能使这个人质 失去要挟作用呢 土木宝之变把大明王朝推向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在这个时候 历史选择了于谦 当野仙带兵来法时 于谦决定与他决议死战 组织北京保卫战 但是 让于谦犹豫的是 大明的皇帝在人家手中 这个战友是没法打 怎么办 一个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野仙手中的这个王牌 失去要挟作用 那么如何才能过到这一点呢 朝中重臣 李不尚书胡盈 李不尚书王子和兵不尚书于谦 联合众位大臣 联名给孙太后上奏 请求孙太后批准 立成王诸启玉为皇帝 这招虽然是不得已 但真的很高明 这叫釜底抽薪 让马拉人手中的英宗皇帝 失去人质的作用 面对蒙古的压力 孙太后采纳了大臣们的建议 孙太后下一集说 皇太子又冲 成王以早政大位 以安国家 意思是皇太子年幼 成王诸启玉 应该尽快的继位当皇帝 以好安定国家 不过这个意志中 还有一个很明确的含义 什么呢 就是你得确保 朱建森的太子地位 好 太后同意立朱启玉为皇帝了 大臣们就开始上奏章给 这个成王诸启玉 建议他出来继位当皇帝 可是这位成王诸启玉啊 坚决拒绝 无论大臣怎么建议 怎么上奏章 他一概拒绝 坚决不当这个皇帝 说什么都不当 这怎么办 这个时候 于谦出面了 于谦对成王诸启玉说 我们这些大臣 完全处于大明江山的设计考虑 根本不会想到个人的利益 这话说的很到位 言下之意 你成王朱启玉 也得从大明江山的设计安危考虑 不要考虑一级的得失 这句话说完 朱启玉终于答应了 当这个皇帝 几天之后 登基大典 朱启玉当了皇帝 尊英宗朱启镇为太上皇 改年号为景泰 这样一来 就在朱启镇这个皇帝 还活着的时候 另立了新的皇帝朱启玉 最高皇权发生了更迭 在最高皇权发生更迭的过程中 于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建议另立新军的 大臣们有于谦 最终一席话说服朱启玉 登基当皇帝的也是于谦 但是我认为于谦此举 完全正确 为什么 因为新的皇帝一登基 瓦剌人手中的英宗朱启镇 就失去了仁者的作用 当然也先 当时还不知道 他想皇帝在我手里转着 对吧 刚刚经历了一场土宝的惨败 大明王朝北京一定空虚 因此的倾超而动 率着他的大军奔北京出来 面对蒙古的攻势 这新登基的皇帝朱启玉 他也没招 完全相信于谦的安排 对于谦那是言听计从 皇帝下旨令 让于谦提督各营军马 使得于谦这个兵部上书 成了大明王朝当时最高军事统帅 与此同时 蒙古巴拉部的太师也先挟持着太上皇朱启镇 攻破了紫金关 紫金关在现在的异线 那是出太行地区进京市地区的必经之路 紫金关失守 北京城危在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紫金关一旦失守 北京城西部就无险可守了 面对这样的危急状态 又都督时亨建议 全部兵力收缩进京城 在京市地区进行兼闭清野 把野先的瓦剌人困死在京市地区 可是于谦坚决反对 于谦说 一旦我们收缩兵力 就会助长敌人的气焰 他们会轻视我们 于谦在否定了 石亨兼闭清野的计划之后 在京城周围 布置防御阵地 然后他带领石亨重点防守夺盛门 因为这将是蒙古瓦拉部进攻的主攻方向 防守任务将非常艰巨 然后命令兵部侍郎吴宁 坚守北京城 关闭所有城门 并上城亲自独战 所有军事部署安排好之后 于谦下达死命令 于谦命令说 临阵 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 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于谦的意思很清楚 全军将士将北京成共存亡 将士们知道这场战战是死不战也是死 反正是一死跟敌人拼了 因为这一场战斗将决定着大明王朝的命运 那么也先挟持着太上皇朱启镇 他根本没有把明军的守备军放在眼里 可是当他接近京城的时候 发现明军守备戒备森严 准备与来犯之敌决于死战 他的信心就打了折扣 当接近京城的时候 那个投降了瓦剌的太监喜宁 就对也先建议说 咱把皇帝压到挣前 让京城的文武百官出来赢价 然后付一万万两百银 也就是一两百银 才会把皇帝还给你 真是狮子大张口啊 京城守将回答说 赖天地宗舍之灵 国有军义 意思是感谢上天 感谢祖先 我们国家又有新皇帝了 这一下也先手里的人质失去作用 这时候于谦身边 有一大臣建议说 咱们还是接受也先的条件 把英宗迎回来吧 兵临城下向敌人妥学 这是兵家之大忌 所以于谦说 设计为重 君为轻 否定了这位大臣的建议 这一下 也先手里的这张王牌 完全失去了作用 索要赎金被拒绝 要求议和 不同意 手中的人质失去作用 怎么办 无奈之下 只好硬着头皮 进攻吧 这也先一声令下 大军就直扑 北京的德胜门来 于谦就命令石亨 在城外的 无人居住的这民社里 埋伏起来 因为当时为了打仗 这些居民呢 都撤回了城里 然后派少数骑兵 在瓦剌人的阵前 诱敌挑战 也先一声令下 一万多骑兵 就奔着德胜门而来 没想到 事先埋伏好的 神机营啊 就是装备着火冲的部队 突然出现在 瓦剌骑兵的四周 一阵猛烈的炮火 把瓦剌骑兵 打得是落花流水 也先的两个弟弟 当场被炮火击毙 也先觉得没法 在德胜门得手了 就绕到西志门和张义门 也就是现在的广安门 结果还是被明朝官兵 被击退了 这也先呢 带着他瓦剌骑兵 跟于谦带着明军官兵 在京城周围 整整相持了五天时间 到了第六天 也先觉得 看来是目的达不到了 也占不了什么便宜了 就听说 全国各地的秦王兵马 已经接近了京市地区 他怕被断了后路 于是就带着这个 太上皇珠起阵 向西退去 也先一退 于谦带着明军官兵 乘胜追击 把瓦剌人赶出了关外 北京保卫战 取得胜利之后的第二年 也就是景泰元年的八月 这也先派使者到了北京 要求议和 明朝政府对也先的为人 根本不相信 对蒙古使者提出的议和要求 拒绝了 可是架不住也先 反复派使者到京城来 要求议和 并且提出 把英宗还给你明朝 这个时候群臣们就在议论 派使者到瓦剌 去把太上皇朱起阵 迎回北京 听到这话 朱起玉不高兴了 朱起玉就说 本来我不想当皇帝 都是你们逼着我当这皇帝的 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很明白 你们逼着我当这个皇帝 我现在当了这个皇帝 你又要把太上皇请回北京 你让我这皇帝往哪放 大臣们一听这些话 都闭嘴了 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个时候虞谦站出来 对朱起玉说 陛下您的位置已经稳定了 应该把太上皇接回来了 这也先如果敢使诈 我有办法对付他们 听了虞谦这番话 这朱起玉 这俩才好看 最好答应说 好吧 就听你的 于是朱起玉派使者到蒙古的瓦剌 把朱起镇 迎回北京 北京保卫战 成就了于谦的仪式英明 如果没有于谦的坚持抗战 也先不可能妥协 如果没有于谦在朱祺玉面前的一句劝书 朱祺玉也不可能同意 迎太上皇朱祺镇回北京 可以说 于谦挽救了大明王朝的命运 然而让人们想不到的是 在北京保卫战八年之后 于谦竟然被压迫刑场 这一切都源于平朝历史上一次有名的独门之变 这个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呢 请继续收看 大明一案上部于谦被杀之谜 这原因呢 就得从朱祺玉对朱祺镇的态度说起来 这朱祺镇太上皇回到北京 这皇帝朱祺玉对这个太上皇格外的防范 不顾骨肉亲情啊 把这哥哥就软禁在南宫 在现在南芝士大街的断裤胡同内 然后派锦衣卫眼角看守 这大门不但上锁 而且锁眼里还灌上铁水 这太上皇的生活就太简陋了 只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 连纸和笔都很少提供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朱祺玉就担心这太上皇 联系旧纯夺取他的皇位 几年过去倒是相安无事 可是这太子啊 还是太上皇的儿子 朱建森 锦太年间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皇帝和太子不是父子 而是叔侄 这就是朱祺玉心中的一块病 他就想方设法要废了现在的太子 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甚至不惜对内阁大学士行贿 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静太三年经过朱祺玉长时间的准备 说服了很多大臣 不顾另外很多大臣都不满和反对 甚至他自己的老婆 王皇后的坚决反对 他一意孤行 废了太子朱建森 立自己的儿子 比朱建森小一岁的朱建棋 为太子 可是这位朱建棋 当太子没几天死了 这朱祺玉又没有别的儿子 这太子的位置又空出来了 怎么办 大臣们就上奏了 建议朱祺玉皇帝 赶快立个太子吧 可是他又没有别的儿子 那言下之意就是想恢复原太子的地位 结果这朱祺玉看这走章大发雷霆 这立储的事就只好搁下来了 人们会问 为什么朱祺玉不同意恢复原太子的地位呢 很简单 他觉得自个儿很年轻 我现在没儿子 我不会生儿子吗 我生儿子就可以立太子 会达到这个目的 就想方设法的要生出自己的儿子来 结果把身体给搞垮了 到了景泰七年十二月的时候 这朱祺玉的身体啊 就很糟糕了 病情非常严重 景泰八年的正月十三 朝廷要举行祭祀大典 可是朱祺玉连续在吐血 根本不可能主持这大典了 他只好在前一天晚上 把大将军石亨叫到跟前 让他第二天代替皇帝主持这个祭祀大典 显然朱祺玉的健康情况已经不容乐观了 可是他身后又没有太子 一旦朱祺玉驾崩 国无储君 大明王朝将再度陷入政治危机之中 群臣们着急啊 又上奏 请求朱祺玉赶快立太子 可是朱祺玉身边没儿子 意思就是想要恢复原太子的地位 就被朱祺玉一口回绝了 他之所以回绝很明显 他就是想我的病可以好 我一定能生出自己的儿子来 到了景泰元年的正月十六这天 几位众臣上奏 明确提出恢复朱建森的太子地位 群臣们都想在奏章上签名 以形成对朱祺玉皇帝的压力 这签名啊 你签我签大家签 这签名就一直签到了傍晚 那时间已经晚了 就只好等到第二天一大早上早朝的时候 把这个联名的上书直接交给皇帝朱祺玉 第二天一上朝 大家发现 皇帝宝座上坐的不是朱祺玉而是朱祺镇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啊 在正月十六那天 大家忙着在奏章上签名的时候 有些人也没闲着 大将军石亨 太监曹吉祥和左赋队使 但是徐有珍就是那个主张首都签到南京去那个乌鸦嘴 现在叫徐有珍担任左副堆使 他们三个人蓄谋已久的发动了一场政变 在正月十七的凌晨 把太上皇朱祺镇从南宫中迎出来 直奔紫金城东华门而来 被士兵们拦住了 朱祺镇呵斥道 让开 我是太上皇 这士兵们认识啊 这曾经的皇帝啊 大门打开 一干人等进入紫金城 来到了奉天门前 就是现在的太和门 又被士兵们拦住了 也被太上皇喝退了 就这样 这一干人等促英的太上皇 进入了紫金城 进入了皇宫 第二天一大早 众位大臣们发现 皇帝换人了 这就是明朝历史上 著名的夺门之变 也称为南宫复辟 朱祺镇复辟成功 重新登基当了皇帝 这朱祺玉呢 接着当你的成王吧 一个多月之后 朱祺玉因病去世了 但还有一种说法 说这朱祺玉啊 一个多月之后病好了 结果被朱祺镇命令太监蒋安 把他活活勒死了 那么历史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呢 这又是一个谜 朱祺镇 复辟成功 迫不及待的就把于谦打入死牢 罪名是盈利外翻 以此为罪名 判他谋逆处极刑 和这于谦一块打入死牢的这个 内阁大学士王文 觉得不服冤枉啊 就给皇帝上奏 说要盈利外翻 必须先调外翻入京 要调外翻入京 必须要用金牌信符 你们查一下金牌信符 看用没用过 原下之一很明确啊 你一旦一查 发现金牌信符根本没用过 此罪名不成立 这于谦看着这王文的这辩解啊 笑了笑说 石横等人要置你我死地 辩解是没用的 徐有珍和石横知道这个罪名很难成立 所以在他们弹劾于谦的奏章中是这么说的 欲招外翻入京大位 是虽传闻 情史显著 意思是你于谦啊 心里有这个招外翻入京的想法 这事虽然是传闻 但我看很显著 这简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意思就是说 我认为你有这个想法 我就可以根据你的想法给你治罪 没天理了 那么皇帝朱启正心里怎么想 其实啊 他对于谦到底有罪没罪 心里很清楚 在决定是否杀于谦的时候 他也出现过疑虑 一边嘴上说于谦使有功 一边还是把于谦杀了 面对于谦给大明王朝建立的功勋 他不可否认 没有于谦 他根本不可能平安地从蒙古回来 那么为什么明知于谦有功还非杀于谦不可呢 其实这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这朱启正 政变成功恢复皇位之后 他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此政变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 对此啊 徐有珍很清楚 徐有珍就对皇帝说 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意思是说 如果你不杀于谦 我们这所作所为就是非法的 如果给于谦定了罪 我们这所作所为就合理合法 就正当 再比如说 我杀了人 被杀的是无辜者 我这叫故意杀人 必须偿命 可是如果被我杀的这个人正在实施犯罪 那我就是见义勇为 明白了这个道理 这朱启正终于下决心把于谦杀了 所以于谦之死 实际上是朱启正复辟的牺牲品 好了 大明王朝 还有什么疑安呢 我们以后再说